所以单项一共是五个冠军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员 应该说还是在辛勤的工作 还有守在很多岗位上的人们 我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这对选手 大家看到许欣和韩国的运动员梁夏寅 是唯一的一对跨国组合 刚才许欣也说了 他一定要想办法承担这个重任 今天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我们特别又邀请到了 中国乒乓球队领队黄标 黄志导 大家好 观众朋友 现在许欣的肩情况怎么样 许欣的肩应该说 今晚打完以后 刚才也就在我们在下面的时候 也给他进行的治疗从医务组 但是还是有些反应 这个反应跟今天打完以后 还是有所区别 那么我们医务组呢 也在积极地拿一些方案在治疗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他能 这个比赛能够坚持到最后 那么这次呢 许欣因为是坚了三项比赛 在赛前呢 封闭训练没有受伤 由于他坚了三项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 任务比较重 那么为什么会让他坚三项呢 因为他是左手 那么这左手呢 你看韩国队日本队都是一左一右 相对打双打是 左手一左一右比较好配 还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次呢 许欣呢 一个人建了三项任务 所以相对来 建了三项以后 体力消耗 包括这个来自经济的消耗 都是比较大 那么肌肉啊 这个肩呢 已经出现了这个反应 我也在想 就是我们中央电视台啊 在十几天前的时候 在长书农商航杯的 世界冠军大师赛上 许欣和樊振东 当时进行了比赛 结果许欣2比0就赢了樊振东 那时候肩一点毛病都没有 是 黄老师你说这个受伤的问题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 你比如在奥运会上 如果真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因为就在奥运会呢 就是他的量 密集度和项目没那么多 因为这是他一个人 建了三个项目 单打双打混双 一直在打 好 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 大家看到许欣现在 目前看啊 没什么问题 这个是不是需要打一下封闭 或者吃点什么止疼药之类的 当然打封闭 一个是打完以后 他零马上不会有产生那个反应 要两天以后才能止疼 才能止疼 第二个呢 就是你打了封闭以后呢 我们也要申请申报 怕这个兴奋剂是吧 是的 好的 现在我们期待着许欣这个肩 没有问题 处理好了 我们也期待着 在这场比赛中能够奉献出 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日本的石川家屯目前呢 是世界排名第五 这个运动员 也是 除了冯天维之外 在国外排名最高的一个选手 他的对手呢 是吉村真情 这个对手排名是世界第43 日本的这队选手 两个人都是22岁 都是22岁 而中国的运动员呢 许欣是25岁 梁夏淫韩国选手20岁 大家看到 中国教练和韩国教练 两个人都坐在一起 就是刘国梁和金仔亨 安仔亨 是焦志敏的丈夫 是的 许欣的最好成绩呢 是世界杯的冠军 国际拼联联职业巡慧赛 总决赛的冠军 梁夏淫的最好成绩呢 是21岁以下的世界青年冠军 十团家存的是伦敦奥运会 进了前四 在14年的日本公开赛 是获得了个人的冠军 而吉村真情 就是日本的这个男选手 他是12年的全日本的冠军 终止了水谷笋六连冠 漂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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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选手石川家纯在前面的比赛中是和木子比赛 结果木子是4比0战胜了石川家纯 然后他又战胜了冯天威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前四名 他将和丁宁进行半决赛 另外的半决赛是李小霞和刘诗文进行半决赛 石川家纯发球 许欣接发球 黄领队你说许欣这个运动员 他比较独特的地方是什么 许欣是一个手感比较好 步伐比较好 正手比较好的一个运动员 他从他前三板 包括中台的能力都比较好 他作为直板的话 他现在这个球拍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对他现在正手打的是这个红栓喜的狂标 反手打的是蝴蝶 那像他那种直板的正手 是不是和一般的那种反胶也不太一样 其实他们的每个人的连度还是有所不同的 这就是说他们根据他们的动作结构打法 那么厂家会给他们研究一些连度达一点连度小一点 弹性重一点 还是轻一点 海年硬点 对 是专门为他们特制的 现在6比8 万事开头难 第一局关键 日本选手吉孙真情发球 日本的队运动员 因为石川他是反手好 那么这个男运动员 但是正手比较好 反手弱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打落点的是 所以他们一般的落点 往男的那边 左边打的比较多 让男运动员能够侧身去移动 去来去打去 不要跟他很顺的去拉去 都弄出他的反手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就结束了11比7 稍后我们来看第二局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事转播 由五良业独家呈现 天地精华 民族精神 中国的五良业 世界的五良业 世界的五良业 华莲隽 华莲隽 你看那些他们两个人知道 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今天这个球呢 如果说许昕的手正常的话 我认为他们的优势还要大一些 但是由于他手受伤了以后 这个球打起来就很难去预测 但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 许昕打的因为刚才在前面 在后台的时候 这个练习场的时候 姑娘我们一起一直在 一个是训练一个是治疗 在布置的时候 一个是讲的 如果实在不行 就是你的力量实用的话 就是说你从落点上都想想办法 你双打嘛 他要走位 你要发实力的话 万一再一下杀了动不了 所以从第一局上来看 许昕应该说从落点上的 包括摩擦球的力量算不大 但是效果还是有的 因为日本队这件显示 他们的整体的实力 还是要欠一些 尤其是两板三板以后 打起回合来以后 就打起垃圾战来以后 他们并不是很强 所以就是说你前面少失误 你看 所以你知道自动力量就够了 然后最后出机会 你再下手 漂亮 你看许昕这个拉球 它是全身用力 非常协调 现在梁夏寅发球 其孙真情接发球 所以在这场球开打之前 我们义务主我们也做了议案 做了几个议案 要随时做准备 但是伤是加重 那怎么办 那临时怎么处理 刚才我们已经在做了议案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能够正常的 能够打下去 当然了 他肯定是要求他尽力的 他也说了 他一定尽力 接发球非常好 直接抢攻 其实有的时候许昕那个伤啊 对对方可能也形成了一个干扰 他们觉得他胳膊有伤了 是吧 反而你一上来的话很正常 他心理上可能有时候也不太好接受 是 就看你怎么想 这是个机会球没有打到 梁向寅呢 应该说在韩国队 韩国队还是比较重视的 在最早的时候 配栓打的时候 就第一次报名 是报了梁向寅 报给我们 后面又跟我们说 还要打下预选 但是正常情况 他应该能够打出来 后来一经过打 还是报了他 所以他们应该说 他的能力各方面 现在还是不错的 而且从这次前面的配合 也是不错的 那么韩国队呢 也是近些年来 没 当下没有拿过 这个世界冠军了 所以对这块金牌 也是很稀奇意外 现在日本队呢 听说已经有46年 没有拿到这个混双冠军了 但是前面呢 他们曾经拿过8个 大家看到 姬村真情这个反手 甩起来也很厉害 现在梁向寅发球 姬村真情接发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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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双方第二局打成五平 所以这个球许昕从站位来讲 还是要往前靠一些 因为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再靠前一点 你的动作会小一些 而且速度会快一些 因为你不敢发大力的前击下 可以往前靠一靠 所以刚才前击的球 有点靠太远 这个球非常关键 有的时候在这种 相似焦度的时候 那么这么一个球 本来是很被动的 反过来已经得分了 这个时候很展示器的 没错 有的时候本来是该丢一分 最后一处里得了一分 这里外里两分的 是的 好的 今天这个极尊真情的直线球 效果不错 而且它隐蔽性还挺强 你看这时候出手的时候 你不知道往哪边去 好的 对 一定要往前靠 那梁夏英这一往前靠一下 他速度也快 这样的话 速度快的话 对方不好给你压力 那么接着许昕好 不办 许昕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 但是有一段时间 他一直排名在第一 两个女选手从排名来讲呢 十川嘉纯比较靠前 是排在第五位 而梁夏英是排在第21 又去了 还是直线 又去了 还是直线 续心和梁夏英 在比赛中他们是半决赛中战胜了中国香港的黄振平和杜凯琴 这个球很好 就是说他发的就只要缠 或者半出这种球都要想办法拉起来 尽可能扫错 因为什么呢 梁夏英接过去的球 是日本这个男选手在击球 那么他的威胁比较大 所以一拉起来以后 他就不好进攻了 这样第二局的比赛就结束了 中国队现在是和韩国队组合是2比0 暂时领先 稍后我们来看第三局 我们来看韩国队组合就是游戏 好 我们来看韩国的选手 我们下来 谢谢 好 东风风神L60要您共同关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精彩赛事转播 东风风神L60至新境界 C'est si bon 水中贵族 百岁山 这张电视台 这张电视台三种朋友 现在我们先听听刘国梁说什么 明白了 如果不行的话 要感情感见 今天这个场面也很难得 一个中国队的总教练 一个韩国队男队的主教练 两个人在给两个跨国组合在指导 其实他们在运动院快下来之前 他们一面看一面在交流了 就是下面应该怎么处理 基本上 所以国梁在说的时候 能给你做翻译了 好球 这个球前面调打是很好的 但是落点不太好 现在韩国选手梁晓银发球 今年他20岁 日本的石川这位选手应该是出道也是比较早的 他当时在出道的时候 我记得跟他对张艺林特别崇拜 他就喜欢张艺林 所以第一次亮相的时候 我们感觉又他这个样子 长得动作各方面走路都像张艺林 而且球也不错 现在也是日本的绝对主力 说到张艺林 我觉得听他这个拼球就觉得很过瘾 你看他讲的东西都是细节 都是自己的体会 是 因为运动员 冰棒球说实话 就是突出一个就是一个细子 那么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 他对每一场球 他都是非常细致的研究 尤其打过以后 他都能复盘的 他刻骨铭心的 所以运动员在这个比赛当中 慢慢有些新的技术 或者某一个技术 就是要在这种大赛当中 突然这个球使用了以后 他一下胆就大了 永远就会了 有些人练了可能一年两年 始终大赛当中没有用 或者没有获得成功 他还是不信任 但某一个技术的时候 他突然出来的时候 定格了 他就敢用了 刚才你看刘国梁和安仔亨 两个人指导 他们俩先交流好 交流好以后 安仔亨给梁夏银说 刘国梁给许心说 同时灌输 实际他们灌输的是 两个人思想是沟通好的 对 这个球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 这个梁夏银 因为突然这种球你看 就过来 而且这个球又在底线 所以英德文那个时候 是不能慌的 又是个机会球 但是又在很深 底线不好打这种球 但你看他的力量 把控还比较好 是的 而且非常注意脚步 是 他的注意力在脚底下的 调整好位置 一 二 三 三 其实今天从四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在场上 除了日本这个男选手 是不是要多一些以外 三个其他都还是比较正常 从技术的发挥 石川今天发挥也不错的 对 很多球的质量 落点都不错 但是关键 这个男选手要给 要造成一种压力 这就判断有问题 今天这场混算的决赛 可以说无论对韩国还是日本 都非常渴望 对日本来讲 是46年没有拿到这个混双了 韩国可能是不是在混双上 我记得过去好像是这个 也有 我记得也有20年以上 这就20 30年 也没有拿过这个单线的冠军了 没错 像是怕国的 对 就当本国的女子一面 梁英子拿过 玄俊河拿过 以后就再没有拿过了 现在许鑫发球 亲孙真情 先发球 现在长生选择选择途比四 白短 有了 今天整个球的布局跟前面在下面训练产的时候 在一面在训练 大家一直在研究的时候 安宰河和刘国莱安保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基本上路子是对的 对的 从这个整个打法 技战术使用都不错 那位数也比较少 我觉得比较神奇的就是那个 许鑫这个胳膊 下午的时候还弹不起来 现在你看没事了 我觉得这是不是医务上 也是有一定的确定 这个是 我们这次医务团队也跟着 包括我们聘请的ID团队 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物理治疗师 也跟过来了 所以今天在下面 我们的医务组长尚学东 包括这个丽莎 就是澳大利亚也都进行了治疗 完了治疗完以后 我们也碰不头 对她的善事 情况做了一个了解 究竟下面怎么办 包括有可能出现的 要做了一样 另外的十专家屯 和这个日本的这个 吉村真情 这个组合呢 我觉得就从个人排名上来讲 这个吉村真情是43 如果他要和水果损配的话 会不会更好一点 不一定 因为每一个人 其实他们两个一路走来 能打到这个 他们也是很棒的 他们已经把朝鲜队上一届的冠军给赢了 4比2 这点也是不容易 说明他们两个的配合也比较默契 你看他这条线非常强 先是这个中国选手陈梦和法国的莱贝松 输给了颜恩和武阳 然后颜恩和武阳又3比4 输给了朝鲜选手 金鹤峰和金仲 结果呢 十专家屯和吉村真情 又4比2战胜了 世界冠军 金鹤峰和金仲 所以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实力很强 对 好 我们继续来观看 现在是吉村真情发球 但是这一面呢 也有个心态的问题 心理的问题 这个人就在一路走来走得很顺 到最后只差一步的冠军之腰了 而且这么渴望 心态会产生变化的 入一个球 这个球也是很可惜 是吧 你看许欣勾着半高 又打丢了 这个球呢 手腕就是摩擦了一下子 有点转 所以乒乓球这场运动 有几个点 一个是 这种心理心态 对技术的发挥 所起到的作用 没错 这很重要 经常在场上的心态变化 心理反应 响应怕输 顺的时候 放松 在一井 等等 这些都是心理变化 很重要一点 还有一点 就乒乓球这个项目 看的是小球 这么打 但是它对精力的消耗 是非常之大的 人的精力消耗以后 它会带的是体力的下降 没错 消耗也非常大 所以运动员一般来讲 如果肩限比较多的这种项目 运动员来讲了 打到后面就是精力不够了 随时提力下降 没错 黄连飞你说的这个实力 就是说在打球的时候 想对方发什么球 我怎么接 我现在怎么突出特长 我怎么和对手配合 这始终脑子在没停 在转 对 漂亮 我觉得这四个人里头 许欣今天打得最好 是的 你看这球 多难的 难度非常大的球 都回来了 今天他确实 他也表示精力 一定是 玩的命的去打去 不去考虑去 所以当然我们也是在说 你要积极的一个 积极信号给自己 参访重发 许欣做个手势 有凉下银发球 好打 中央电视台 现在您观看的是 2015年第53届 世界平凡球锦标赛 现在进入到了 冠军争夺战 就是混合双打 明天是 女子单打和男子双打 后天是 女子双打和男子双打 5月3号 第53届世界平凡球锦标赛 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也希望 许欣 梁夏银这一队 能够这么跨国组合 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 因为它的意义 还是比较大的 是的 这跨国组合也是 我们一二年王一会 结束以后 中国平凡球 都提出了30串业当中的 其中一个要推档 普及和发展乒乓球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欧洲的选手 和欧洲的这个协会 都找了中国平鞋 和中国乒乓球队 我们在国际比较都经常交流 我记得两年前 在德国的时候 罗斯科夫就找了国粮 一直在说这些事 以后我们怎么合作 什么共同训练 那我们一起上两回国以后 我们又汇报 那么中国平凡也出台了一系列的 这种合作的人 那么这一次应该说 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最起码从冰班球这个发展角度 从观众角度 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亮点 大家看得了就比较有兴趣 对 尤其是跨国组合 觉得是个新生事物 对 只不过是这次有点可惜 可惜是在一男子栓打 马可波罗说的 马诺和这个布尔进场 这个这一配对 在第二轮后就碰到了 詹继科和许勋 是的 这点有点没想到 如果说 他们不是那么过早的碰到 我相信可能会在 四分之一可能才能相议 这样的话对整个比赛 给观众奉献的一种观赏 然后更多一些 你看乒乓球比赛 比赛是核心 但是周边的很多的一些东西 也是很有趣的 像刘国梁和安仔亨的这个指导 就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有趣的印象 现在取心发球 十专加纯接发球 控制得非常好 世界排名第五 确实是控球能力很强 现在日本队把比分追成了六平 在领先的时候 第一不能松 第二不能急急求成 还得慢慢来 而且还不能保守 该上手一定要上手 现在十专加纯发球 日本队这两个运营员都是22岁 十专加纯曾经是轮道运会女子单打的前四名 2014年日本公开赛冠军 现在十专加纯发球 这几个运营员都没抓过 你看一下本来是刚才很有希望追成六平 现在又被拉开了 两下引发球 许兴这球接得太好了 许兴啊就是这个手感比较好 所以他在比赛中经常打出你超乎你一响的这种球 而且他能够上台还得分 平时在对面也是这样 他经常就一些动作出来是我们都看傻了 今天许兴还是表现得非常好非常棒 白短 扒起来反拉 我们确实为他们获得这个跨国组合 这个金牌我们表示祝贺 今天刘国梁和安泽亨也非常开心 今天我觉得最应该找杨队是许兴 是的 他在下午的时候胳膊还抬不起来 对 所以他受到了很多困难 而且今天再尝尝看 他对自己的山势 他没有去嘀过去 他没有去摸过去看 感觉老去找这个山势的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就说 你一定要记记得信号 不要想这里有山 放开去打去 打不行再说 好 黄总组 今天这个凤河双打的冠军刘维 也到演播室了 等一会很大惨的 因为他跟王胖拿过多少次冠军 好 这种人叫大惨的冠军 一会儿 我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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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兰 好久不見了 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比赛刚刚结束之后 两名队员来到两名教练面前 可以看到奇效颜开 因为这块金牌对于中国队 因为我们是东道主 我们在举行苏州式攻赛 对于韩国队来说 他们是很需要这块乒乓球的双打金牌 来刺激一下他们国内的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确实我们首先祝贺韩国乒乓球队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 那么在这场比赛 我觉得不光是跨国组合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中国乒乓文化的一种输出 那么我们看到刘国梁跟安崽恒在下面坐着的时候 我想这次视频赛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梁夏寅 因为他不光收获了一块金牌 他更重要的是收获了打球的 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能得那么多冠军 也就是取胜的一些法宝 一些打球的意识 从现场观众来看呢 现在大家都集中在了球场的另外一侧 因为在那里的吉祥进行的是颁奖一事 我们后面的黑板报也更新了啊 梁夏 许欣 梁夏银 混双冠军表示祝贺祝贺 这是本次比赛的跨国组合 也是本次比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就像刚才刘伟所说的一样 这不仅仅是一种乒乓球基础的输出 更重要的是一种乒乓文化 中国文化的一种输出 就像基建的法语一样 就像这个柔道项目的韩国话一样 你以后在乒乓球比赛过程中 想学好中国话 想学好乒乓球 就首先要学好中国话 对 确实是在乒乓球这个领域里边有很多思想 来 我们先等一下 我们听一听在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现场记者的采访 我真是特别开心能看到 能在今天晚上看到许欣的笑容 今天真是跌宕起伏的一天 你自己说一说今天这个日子 非常特别吧 中午有连续四届输给中国人的魔咒 然后晚上也有创立式的跨国组合 试过很多年 然后也是把中国所有世界冠军的那个0.5给补齐了 我觉得有这次的成绩 我觉得以后去韩国应该不愁吃不愁喝了 好的 我们也有一个问题是给梁夏营的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有什么想跟学生说的 或者想跟自己家里人说的吗 今天我感到比赛的比赛 今天比赛的比赛 或是陛下的比赛或是家人的比赛 首先比赛和比赛 我感到很感谢 我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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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能拿到冠军 我感到很高兴 然后我想对我的配队的许芯说 非常感谢她 也非常感谢我的球迷们 好的 谢谢许芯 谢谢梁夏颖 祝贺你们 因为马上进行颁奖仪式 所以在采访过程当中 还具有国籍前面的冠军 在普通的推幅 马上进行颁奖仪式了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在本场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最有发言前面应该是刘伟 你以前打算打了 没有 我以前跟王涛配合 是合作了七年 两年一届试剑赛 我们两个人一共是连续 夺得过三届的混双的世界冠军 对于这场比赛怎么评价 我觉得 先从技战术上来说 从技战术上来讲 刚才讲到许昕的这个尖伤 当然他可以克服自己的心理 但是我觉得是这个跟对手的 这种实力它是受影响的 我觉得日本队这个技战术 应该说给许昕和梁夏颖 不能构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说他的心理 或者说打得非常的这种轻松 发挥也很自如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只不过通过本场比赛 我们也应该看到 作为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东道路 日本队也是在实行他们的奥运战略 就像今天和李小佳打 打你三分之一的伊藤美城 就像前几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个 年轻小个子的日本金左手一样 对 他们真的是在2022年 奥运会到来的时候 应该是中国人 中国军堂球选手最大的一个对手 因为当时 绕手比赛是在中间来进行的 对 因为我觉得就像这个滚双 日本队能够闯进决赛 以及男双对我们构成的威胁 中国队对日本的这个 这一批年轻运动员 应该说都要重视起来 因为作为他们来讲 他放弃了两个年龄段的 这个运动员从小培养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 14岁年轻的运动员 来挑战我们李小霞 我觉得这个现象 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我们看看现场在做着 最后的准备即将开始的 应该是苏州世界军堂球锦标赛 第一块金牌 混合双打项目的一个颁奖仪式 最终获胜的是许晴还有梁夏莹 这盒金牌对于韩国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应该在韩国来讲 非常轰动应该是 首先呢 就是对整个韩国这一块 参与到乒乓球这项运动的 这些孩子们会越来越多 更重要的我觉得 学汉语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刚才在采访的时候一直听着 跟好像看韩剧一样 梁夏莹在讲 你看啊 刚才许晴也提到了 要补上了中国军堂球这个世界冠军板上的 荣国团团团的世界冠军以来呢 一共是斩获了209个世界冠军 刚才你也提到了像 压力受限 就是距离受限 所以在双打当中的这个使用 可能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 就这个球 这个中间 其实在今天的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 已经做出了几个匪夷所思的 一个救球动物 包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一个后背击球 就像黄领队所说的一样 不仅能够回过去 而且击到对方的这个球台上 而且还能够得分 对 这可能就不是平时训练能够得出来 这完全是天赋了 对 这不仅仅从这个外观 这个行为上来讲呢 不光是打球还有美感 是吧 那么从这个 他们的技战术上面来讲 不光是赢球 还能打出乒乓球的这种艺术性 我觉得这是最高追求 那么明天呢 即将会开始 本天是军赛的 女第二和第三枚的金牌争夺战 像今天我们之前进行的 女子四分第一决赛 明天将会产生最后的金牌 在明天晚上的八点钟 另外呢 在明天比赛的晚间 也就是在女子单打的冠军 产生之后呢 将会进行男子双打的比赛 明天男子双打的比赛呢 半决赛是从上午的10点钟开始的 11点各一场 然后呢晚上21点15分 进行最后的决赛 那么现在在等待 混双项目的颁奖仪式之前呢 我们还想讨讨论一下 乒乓球 男女子单打的半决赛的四个名额已经出来了 丁宁 穆子 李小霞 刘诗文 对于明天的比赛 女子单向你怎么打 女子单向首先是上半区丁宁对穆子 今天赛前 丁宁累得够呛 对对对 赛前我也分析到了 就是这个丁宁跟五阳 无论是谁输谁赢 可能 可能都会就是给对方带来很大的 这个体力上的这个挑战 那么丁宁现在拉完萧球之后 对他的这个肩 我看今天是五阳是腰伤了 他的肩也是累得够呛 所以丁宁边打边甩哥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下面呢 又对这个速度非常快的 前面是对速度比较慢的这个萧球 下一场将要这个迎战穆子 穆子的速度是非常快 所以说这就是考验丁宁的这个调整能力 身体的调整能力 以及对付宫球的这个速度快的这个调整能力 那么下半区呢 是李小霞对这个 李小霞对刘诗文 从两个人的这个状态上来看 我觉得 这次比赛就目前而言 可能刘诗文目前的这个状态要好一些 当然最终的这个胜利 还取决于 取决于临场的发挥和应变 因为我总觉得这个比赛 它是动态中的 谁能捕捉到动态中的战绩 谁就是王者 现在从现场的广报已经是听到了 本届时拼赛的第一块金牌 混合双打项的金牌的颁奖仪式 即将开始 拿上轻易倒闭 在金牌来看看 第五十三届时拼赛产生的第一块金牌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现在 2015年世界乒乓球竞标赛 第一块金牌的颁奖仪式 那马上就开始了 就是混合双打 混合双打是跨国的组合 中国选手许欣 和韩国选手梁夏寅 战胜了日本选手 这样拿到了冠军 大家看到现在选手们 都已经到前面来了 站到台上 那么梁尘英和许欣 站在最中间 另外这个定列 第三名的应该是 朝鲜的选手金鹤峰和金仲 另外一对就是 香港选手黄振廷和杜凯琴 这是国际平年副主席 来自于日本的前正号 华莲您这个好像在日本 待过十年吧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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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错了 日本队现在 他2020年的奥运会准备 你觉得有什么新的点 这次他们确实实现了很大的 功夫 其实日本的小学 中学到高中生 他的平方球水平的普及 是非常高的 可以说在全球都是比较高 甚至于我觉得在人口 这么从学校的 这个普及的角度那样 比我们都不差 但是他们到进入大学以后 就是说当从高水平冲的时候 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 大家看到了金鹤峰和金仲 他们是上一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也很巧啊 我们这个120.5 这1.5这块是40年前差不多左右的时候 是四川的来自四川运动员杨颖 杨颖 和朝鲜的选手 那么今天呢 有许新和韩国的选手 所以这么一个距离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 确实也都为他们高兴 尤其我觉得这块金牌的意义 它是多方位的 是的 大家看到朝鲜运动员 我觉得也挺佩服他们 你看平时他们打国际比赛少 经验也少 但是能够站到这个领场台上 很不简单 因为中国香港队的进步 令人非常兴奋 是的 因为黄振廷和杜凯勤 都是西面孔 是的 所以当我们起的成绩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忘记 来自全国乒乓界 大家的共同努力 尤其是我们的基地 像镇定的王庆档主任 是吧 黄石 厦门 成都 这些基地 长期以来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包括我们合同的企业 也包括我们中央电视台 在我们几次集办这些比赛 包括通过很多的 对乒乓学队的可以支持 所以我们的成绩 其实是凝聚了全国各界人士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在这儿也表示中心的感谢 是的 当然我觉得全国喜欢 全方球的人都应该感谢你们 你们付出的是最多的 包括我们的教练员 包括领队 你看你的后勤 我看也很复杂 包括特别是运动员 我今天看到了我们的运动员的时候 特别是讲那个 那个自己的经历 李小霞的时候 我的眼圈都是红的 我觉得确实运动员不容易 他们的汗水都付出了 是 最终呢 我觉得运动员有什么样的待遇 我们都觉得应该 是 今天其实这两天 我在大本营 我们这么一个房间 是我们中国的大本营 我们没事我们都在那里 都整个队伍都在那一面 其实这一面呢 每一天的那种 包括今天 许新的不同的这个阶段 包括小霞 包括每一个人 包括后面今天 张艺林 王浩 马林 王林他们又去了 很热闹 但是也有这种 输了求后的 像武阳刚才一直在哭 就当我看到他们 很多不同的心态和心情的时候 我想到了日常 想到封闭训练 想到他们很多的故事的时候 有时候眼泪也是在眼睛里面在转 没错 日本的十专家屯和吉村真情 他们是46年 已经没有拿到过这个冠军了 那么今天他们也很努力 虽然没有站到冠军领奖台上 但是我觉得对他们两个来讲 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 我觉得这块金牌的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对我们这 因为他很年轻 梁夏银 对年轻选手 比如韩国年轻选手 包括日本的 他们打了获得了奖牌 获得亚军 但对您鼓励激励 是有很大一个作用的 而且梁夏银今天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说我非常感谢许欣 我觉得他说这个话也是很由衷的 因为他不跟许欣配 他跟韩国运动员配 我觉得拿这个冠军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是的 从目前韩国对男学生的状态来看 确实没有 如果说以前像好的时候 像柳成平 刘南葵 竞争中 那个时候他们那种水准 那还能打打 那现在相对要弱一些 洗心 梁夏银 非常开心 这次我们中央面试台 拥有300多个人来到了这里 向全世界的180多个国家传送这个信号 不过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 我在队里做领队那么多连 这个杯子都是我拿回去的 这一次怎么办 又拿回来了 我拿回来的谁翻到哪去 翻到中国还是翻到韩国 那我想我们可能会让韩国拿回去 让他们先拿回去 然后再送回来 是吧 因为下面都刻着字的 都刻着字的 是的 女士们先生 请几例 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韓國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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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夏寅 那从明天开始呢 将进行男双的半决赛 女单的半决赛 男单的四分之一的决赛 还有晚上是女单的决赛 和男双的决赛 后天将是女双半决赛 男单半决赛 女双的决赛和男单的决赛 到5月3号 第53个世界乒乓球警告赛 就全部结束了 好 观众朋友们 那我们现场的解说就在这里 感谢黄淼领队 是由黄淼和蔡萌解说评论的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待会儿升国旗 奏国歌的时候 国旗可以并排 那国歌怎么奏啊 咱俩还差点打起来 在赫度赛和杯上 你可以发现这个奖面 是越来越厚越来越高 都是把获得冠军的名字 刻在上头 刘伟 你的名字也在上头 在上面应该有三个吧 但是看到这个杯子 还是有一些感想的 因为我和王涛第一次拿这个杯子的时候 是王涛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是91年在千叶的时评赛 那个时候是中国男队团体打了第七 女队是输给了南北朝鲜联队 混双是第一个单向的金牌 那么当时我们站在这个领奖台上的时候 也是非常激动的 但是我跟王涛的这个混双 还是有一定的自信 就想这一届拿不了 下一届还是我们俩的 乒乓球嘛 就像今天菜局所说的一样 我们要尊重乒乓球的客观规律 它有高峰就有低谷 我们只不过想办法 让高峰延期的更长一些 让低谷的时间短一些 就像中国乒乓球队 在自由有一年遭遇这样的 不幸也好 但是随着中国乒乓球队 菜局的回归 使这个项目整体的 开始回升了 2000年新尼奥运会 2001年的市井赛 我们是囊括了 所有项目的冠军 让中国的乒乓球 再次屹立于世界之巅 那么本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落负在苏州市市平赛 第五次来到中国了 今天我们在现场 已经是感受到了 非常浓烈的这个 乒乓文化 乒乓气氛 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 有更多的人 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 不仅是拿成绩 更多的是强身健体 有一个好的身体 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好 今天的市平赛的转播呢 到这里就要画上一个句话了 一起来看看 在明天市平赛倒数第二天 还会有哪些项目的比赛 会给大家精彩呈现 那么他从明天上午的11点钟开始呢 男双半决赛就将正式进行了 许欣张继科 会赠韩国的李尚苏和徐贤德 这是一场不得不看的比赛 许欣今天已经是有了那么出色的表现 明天希望他更上一层楼 那么女单的半决赛呢 12点和13点钟是各打一场 之后在下午进行男参四分之一的决赛四场 在明天晚间还会有两块金牌产生 分别是女子的单打和男子双打 比赛分别是在晚上的8点钟 和晚上的21点15分 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来观看苏州第53点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转播 在这里呢感谢观众朋友 同时也感谢刘伟 在此来到棉波市 共同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尤其是通过你的解说 让我对乒乓球对体运动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 谢谢 谢谢 没有 没有 谢谢神老师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视频才转播 明天我们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